这个危机的存在 那么如果你舍不见的话 那么你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你首先要承认这个存在 第二呢是提出一些关切 尤其是受害对受害人的关切 无论是天灾人祸 都是这样 第三呢就是首先要提出我们的策略 这些举措能够纠正的 第四呢就是要稳健 在推出这些举措的文件 那么同仁不能光说不练 那么然后呢告诉大家呢 我们的这些做法呢是能够奏效的 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五点 是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一些 这个原则能够缓解危机 但是呢在这个以外呢 无论是公司也好 这个政府也好 那都必须尽量的提高透明度 来处理这个危机 因为危机本身呢是 让大家恐慌的东西 那么同时呢会引起 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情绪 那么就好像我们刚发生的 这个全球进入危机 就可以看到了 有些甚至有一位听众说啊 没有这个显示领导的这个作用 所以在这个危机当中呢 你必须要显示这个强大的 这么一种管理的控制的 领导的这个能力 同时呢能够这个尽快的 能够提供信息 这个做出回应 那么大家可能都记得啊 在刚开始的时候啊 可信度是最重要的一点了 那么领导作用呢 就能够产生可信度 没有这个领导力的话 就没有可信度可验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在危机中呢 提出啊 提这个创造 这么一个可信度 这个是其中的五点吧 您刚才提到透明啊 您说尽量透明 是不是要完全彻底透明呢 比如说发现产品A有问题了啊 但是呢 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发现产品B有问题 但是这时候外边的人 新闻界并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公开呢 或者说 您在给您的客户 提出您的建议 怎么做的时候啊 都有哪些考虑 比如说这个产品 是不是危害性 是不是什么严重啊 等等 或者都有哪些考虑的因素 对 您说的是对的 每一个这个情况呢 都有一套不同的标准 那么如果你在管理一个危机 尤其是对于这个公众 或者是一个社区啊 是危险有危险的话 那么首先呢 你要这个啊 让他们这个啊 镇静下来 同时要知道啊 这个处境是怎么样 那么同时呢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话 不要随便说 那么因为有时候呢 那么有时候呢 给这个 净确的这个信息 是最重要的 那么但更重要的就是呢 要知道这个主要的信息是什么 这是这个生命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的这个问题 非常严重 同时呢 你当然你首先要承认啊 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 同时呢 你要表示这个关切 对这个公众所产生危害的关切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已经在知道 已经在调查了 我们就会尽量的这个提供 这个相应的信息 那么如如果呢 我们不断的这个更新 这个信息呢 是很重要的 当然了我们是希望呢 能够有更多的准确的信息 但是呢 但是同时你也要告诉人家 你正在调查 所以呢 承诺是非常啊 这个让人这个恐慌的一个 一个这个立场 所以呢 如果呢 这个这个信息真空的话 那么呢 这个危机就会越演越烈 那么让大家更加恐慌 甚至呢 是这个失控 而且呢 有一些你本来可以 这个控制事情呢 后来就还是发生了 所以呢 你告诉他 我们这个是已经有的 这个信息 只要呢 我们有新的信息 我们一定要更新 越快越好 回到刚才 比如说 如果一个外国的客户 需要见国会员 那是不是 你得认识好多国会员 还是怎么样 还是平时要 建立一些关系啊 或者是 怎么样打开这个局面呢 我们这么说 就是说 你首先认识他们 以后才决定 用不用上他们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 你在平时的时候啊 就要要这个 积累这种人脉关系啊 尽量地发展你的 这个人际关系 那么 也就是说呢 所以你当 需要他们的帮忙的时候 他们不至于说 完全不认识你 这个呢 就是公关公司 所要做的 就是呢 作为一个桥梁 啊 那么比如说呢 你要去见国会员的时候 时候呢 他不会觉得你在 这个 在打扰他啊 那么所以呢 公关公司呢 就是希望呢 倒过来 让这个国会议员 你的这个客户 政府也好啊 或者是这个公司也好 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你可以用这个电子邮件呢 或者用这个简讯呢 或者用别的方式 不断地给他们 一些新的 关于你的客户的 这个信息 或者是 你的这个筹管晚会啊 他的筹管晚会 你也可以去参加呀 等等 所以也就是说 尽量地这个 广开言录啊 让跟他们有这个 很好的这个接触 那么跟他的这个 手下也有这样的 这个接触 但是他们的手下 跟这个 呃 记者一样 都是非常繁忙的 因为所以呢 他们每天接 很多很多的 这个电子邮件 那么你怎么能够 这个 这个接触先登呢 呃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那么给他们新的信息 无论是国会议员也好 这个记者也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们得到一些好处啊 也就是 那么也就是 当然呢 呃 所以你必须得要 这个给他们提供 可这个可信的信息 才能做到这一点 呃 您能介绍一点 这个小技巧吗 怎么样 跟这个 政界人士也好 记者也好 保持建立 这种比较好的关系啊 是 比如说 打个电话 寄完email以后 或者是 通过熟人 先吃饭 或者怎么样 那么当然呢 你不要每天都 这给他们这个 吃喝的啊 呃 那么加上这个 记者本身呢 也就很忙 啊 他甚至自己 可能这个吃 午饭的这个时间 也不多 呃 那么当然 他也有这个吃午饭的钱 呃 所以呢 而且呢 尤其是跟国会议员的 这个时候呀 跟他们吃喝呢 还得要做到这种 这个职业道的 这个约束啊 呃 但是呢 关键是 你要说 要跟啊 这个 这个记者也好 国会议员 打交道的关键是 就要知道 他们需要些什么 尤其是在美国呢 呃 这个平面媒体呢 可以说是 被越被的 被被挤压 越来越小了啊 呃 那么 所以他呢 也有可能 是因为经济的问题 他们呢 也在裁员 所以你要了解啊 啊 这些这个记者呢 需要帮助 才能够 写出一个 一个好的报道 或者是一个 好的文章来 呃 那么所以呢 而且呢 是希望提供 他们的这个信息呢 他们的这个报道呢 能够出现在 头条上面的 那也就是说呢 给予他们帮助 那么了解 国会议员呢 就是要知道啊 他要跟他的 这个选区的 这个选民呢 进行互动的 如果你要在 这个方面 能够给他们帮忙的话 让他们呢 提高这个形象的话 那么你跟他的 这个关系 就越来越好了 能不能 呃 介绍 关于就是说 外国政府 在美国优税也好 或者是进行各种 公关活动也好 一个成功的故事 以前常常听说 以色列好像在美国 呃 游说很成功 但其实啊 很多国家呢 也都有这个 成功的这个经验 啊 大家知道 啊 比如说以色列啊 啊 日本啊 还有这个 啊 南韩呢 啊 那么还有一些 这个西欧国家呢 也是非常成功的 那要了解 啊 他们的这个 领馆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啊 他们有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 这个大使 知道怎么跟这个媒体 还有国会大交道 这些都是自胜的 这个啊 这个 呃 关键 那么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吧 这个日本的这个 呃 政府 他准备呢 是在这里啊 这个一个 呃 日本公司呢 准备在这里开设这个汽车 零件厂 啊 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南部 那么他必须呢 要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 他就利用了这个公关公司 啊 同时他自己本身的 这个公关部门 啊 那么比如说有一些 这个来自纽约的公关公司 或者是当地的公关公司 啊 齐心协力 啊 那么能够呢 让啊 这个当地报纸的 这些编辑呀 或者是当地的这些社区的领袖呀 或者是这些啊 这个媒体的这个俱乐部等等 给他们说明 啊 日本的这个